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Muses Wellness Academy的创办人Annie来 今天和大家科普一下乳腺疼痛 一些人在月经前痛 而一些人平时也痛 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 有的女性月经前疼痛是潮起又潮落 然后有的疼痛和月经是没有关系的 那这种疼痛两种会有什么差别 在我们的预讯上把这两种的疼痛 一个叫做周期性疼痛 一个叫做非周期性疼痛 那周期性疼痛就是夜经来了之前 夜经之前出现了疼痛感觉 夜经来了之后就会慢慢的缓解 这种疼痛相对来说 我们认为安全技术是会比较高的 大部分这种属于一般上的乳腺增生的一种表现 因为夜经来之前 磁运技术水平会比较高 这个时候有一个生理性的增生 那么夜经来了之后 随着磁运技术水平的下滑 它的这个症状就会慢慢的缓解 这个时候除非是有明显的临床症状 比如说疼痛的时间会越来越长 我们一般认为7天以内都算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这种疼痛超过7天 有些人觉得说 我刚来玩夜经怎么又开始出现了疼痛 或者是说我一个月里面有半个多月 那么长的时间都在有疼痛的这种感觉 那一旦这种时间过长的状态之下 我们都会叫他要去做一个比较彻底的进行的治疗 还有一种就是说 虽然时间不长 但程度太重了 他觉得明显会影响本身的工作和生活的习惯 甚至在穿一个内衣 在跑步 在走动的时候 都会觉得乳腺都出现了很特别明显的疼痛感觉 在这种特别明显的疼痛之下 我们就会关心对方 叫对方直接到医院里面去进行更加彻底的治疗 但是总体来说 周期性疼痛相对而言 安全技术是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非周期性疼痛呢 就是和液晶没有关系 不管什么时候都觉得疼 这个时候可能是一些疾病的提示 比如说乳腺炎或者说一些肿瘤等等 这种相对来说 风险是特别大 我们是更需要到医院进行的就诊 让医生呢 让给我们一个很彻底专业的一个治疗 所以周期性疼痛也进来了之后 如果疼痛没有了 或者是减少了 这个就不需要太过担心 Muses发动了粉红爱乳季节 今天来到最后一集 在这个月份 我们也呼吁了全社会共同关注乳腺癌 防治运动 传递了粉红关爱 也让Muses伙伴们一起参与这次粉红失贷行动 我们把这份关爱继续传递下去 为了我们身边所爱的人 为了爱我们的人 保养永远是一辈子的事情 关爱女性 扫除乳芒 从现在开始 让我们一起关爱女性 关爱乳房 关爱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